大家好,我是漁夫 很高興今天跟各位介紹 由這個叫Muffer的網站 跟我們所介紹的這篇文章 他的意思是說 你在網路上面發文 那到底呢 要發多長的文字呢 才是最適當的 當然啦,第一個就是說 你小文字也不太長 我們要自己看啦 所以呢,像Twitter Twitter的發文最好是不要超過 這邊講的是100個字母 characters 那麼,100個字母 表示講的是英文 差不多五個英文字母 是一個中文 所以呢 一個漢文字呢 那麼這樣講起來大概是 不要超過20個字 所以這一張圖表呢 表示說你要是在 71到100個字母的英文字 那麼人家幫你轉化的機會呢 是最多的 那麼在 FB上面呢 你的貼文呢 最好是要少於 40個字 越打越好 那麼這裡特別提到 如果你的文字 是少於40個 那麼獲得的這個參與率 就會高達86% 也就是說人家會跟你 按讚啊 留言啊 分享的次數會更多一點 那麼這個講的是 Google Plus Google加呢 最好 最好就是 10個字 也是低於60個英文字母 總之呢 大部分的標題呢 都是不要超過六個字 不是字母 是六個字 寫部落格文章喔 不要這樣寫到這樣 像那個殘角部 那樣又臭又長 最好是 7分鐘可以看完 那麼1600人 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進入度大概是在說 你若是高 7分鐘 這個範圍裡面 文章就讓人關注得比較多 但是呢 若是說 送品 圖片比較多的話 那文字就可以增加一點 比如說到 1000個字以內 文章左右的篇幅呢 大概就是在於 40到55個字母 假如說是要 寄這個email 來做廣告宣傳的話 那麼你的主題線呢 主題 標題長度 不要超過 最好是在28到39個字母 那這裡的這張圖 非常有趣 就是由TED的研究 認為呢 任何的presentation 也就是你要做展示啊 演講啊等等 那麼最好的時間呢 就是 TED演講 大師們演講的長度 差不多就是 18分鐘 是最適合的 那這裡再講的是說 要做標籤 那麼一般我們寫完一篇文章以後 要做一些標籤 在這個搜尋的時候 比較容易找得到 那麼你的標籤 麻麻辣辣等 所以最好呢 也是55個字母之內 那麼這裡講的是說 你的 這一個 domain name 也就是你的 域名 那麼最好呢 是 不要超過 八個字母 比如說 Y以上千步 叫做 UFULINK.NET 就是這麼簡單 最後呢 這篇文章很貼心的 做了一個個 infography 資訊圖 來告訴我們說 到底呢 應該要怎麼樣去 用字 不要花咬樂樂等 為最簡單 簡要 惡要 明白 最重要 好 等一下 我是漁夫